台監視器清楚拍下一群消防人員聚集在一起 没过多久一名老翁坐在胆架上 被护送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不久前老翁露出右脚脚踝 颜布表情看起来很痛 因为他刚刚在等火车同时 突然觉得脚很痛 往下一看才发现自己被咬了 最魁祸首就是他一只十公分长 毛茸茸卷曲的武功 躺在地上让老翁脚很痛还流鲜血 他只好赶紧求救 接龙这名老翁三十号刚才买完年货 准备搭火车回家 就坐在中间的椅子上 脚踝被武功摇到伤口出血疼痛 但其实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如果被蜈蚣咬到 基隆采访报道 就算了 就算了 好